因为喉咙不舒服有轻微咳嗽的症状 罗东镇长吴秋林5月14号自行做快塞成阳性后 就立即前往医院做PCR裁剪 昨天结果出炉是阳性确诊 镇长吴秋林接受电访时表示 他属于轻症没有发烧有点腰酸被痛 但身体状况稳定 从昨天开始进入7加7居家照护以及自主健康管理 暂时无法参加公开行程 谢谢各位的关心 那目前我的身体状况呢 除了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咳嗽的状况以外 喉咙有点沙哑 然后身体上因为可能也有一点点的那个 那个又伤不会痛 那除了这样以外 其他都OK没事 也没有发烧 没有什么头晕这些症状 所以也持续的在 我也喝了清冠一号 因为有些朋友拿了清冠一号给我喝 所以我也有喝 所以那个状况是稳定当中的 罗龙镇公所昨天在接获镇长确诊后 就马上启动办公室厅设的内外清销作业 让员工以及洽工民众安心 尽管镇长吴秋林居家隔离 但还是关心政务推动 会透过视讯跟主管开会 让镇镇不受到影响可以正常运作 公所整个内外的清销 在我们清洁退跟我们行政室的安排之下 也做了整个的清销 让我们的证明洽工 它是能够在卫生安全的环境之下 能够放心来做洽工的一个动作 公所的工作是在主密的带领之下 也是如期的把证务的工作继续下去 随时用视讯跟我们族群的通话 把我们该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赶快的做处理 因为还是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 所以在这边要跟各位乡亲好朋友报告 我虽然是即将招呼在家里面 一样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音作 那也希望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目前是疫情感染高峰期 镇长吴秋林也呼吁民众要尽速完整接种疫苗 落实手部卫生戴口罩等防御措施 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活动或是集会 才可以确保家园安全 一烂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